同樣也是火警意外 在新北市板橋區的五泉街一處民宅 在校虎傳出了火警意外 26歲的陳姓工人正在進行登革熱的消毒作業 不慎的打翻民宅瓦斯桶 造成了瓦斯外泄 消毒器材不慎的引燃火勢 一度延燒到民宅廚房內的雜物 也造成了陳姓工人 右手以及臉部被燒傷 送醫搶救之後 目前是沒有生命危險